美国高官抹黑中俄想改变世界游戏规则 美国白宫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 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不仅抹黑中俄想在全球范围内改写游戏规则 还再次宣称关于俄乌停火的呼吁是不可接受的 此前科比公开宣称美国不支持中方可能提出的俄乌停火建议 这只会让俄罗斯受益而让乌克兰不利 对此我们觉得它是污蔑 肯定是污蔑吗是抹黑吗 我们现在快递员美团现在都不招人了 谁能想象到美团都可以不招人了 是吧 我们这个就业都这么严峻的问题 我们都顾得上你们那些个烂事 别自作多情了 想什么了你在